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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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次計畫的執行 非常感謝海科處的經費補助 我們的計畫主要是由我本人 水產思域科學系黃雅玲 以及文化創業產業系 陳玉米老師來共同完成這個計畫 那我們主要探討的計畫的內容 主要是在於海木耳的一些理化特性 以及生理活性 然後利用高壓的技術 把海木耳的這些成分不受到破壞之後 添加到我們的米食烘焙產品裡面 然後再做一些應用的推廣 以及行銷的策略 亞洲人主要是以米飯為主食 但是目前國內攝取米飯的人越來越少 那米飯有些優點 就是它主要是熱量的來源 具有芳香的味道 而且易於消化 很適合兒童或中老年兒來使用 這家工品 包含米苔木、年糕、米粉絲 然後米製的休閒食品 例如像是米古產品、寶寶米餅、米果 那我們怎麼樣去提高這些米製品的營養價值呢 那我們當然是希望能夠把它 跟其他的一些技能性成分來做搭配 以強化這個米食的一個營養價值 那我們使用的這一個海藻呢 是紅藻 我們是用海木耳Sacoding 那海木耳目前呢 已經有一些文獻發現呢 它具有看氧化、看腫瘤、看發炎 那市面上也有開發一些相關的飲品跟化妝品 因為是本土的一個特色海藻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擴展它的一個營養價值 然後把它應用在烘焙食品裡面呢 是有它的開發必要性 我們在計畫裡面的內容 分成兩個部分 前半部呢 海木耳的分析 以及海木耳當選產品的開發呢 是由我這邊的團隊來執行 後半部呢 產品的包裝設計、品牌協銷的策略 是由陳玉銘老師來執行 然後我們也很成功的在高雄博厚推廣這個產品 也做了一些DIY的教學 各位大家好 我是高科大文創系陳玉銘老師 那我們這次在計畫當中負責的是 品牌設計、然後行銷推廣等等這類的活動 那我們是透過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將海木耳米蛋卷這樣的特色 透過視覺、透過設計把它的特色傳達出來 這次的名稱叫做海金花卷 那我們其實在設計上 我們想要把米蛋卷這樣的特色表達出來 所以我們特地用了白色的底來傳達米的這個特性 那此外我們也希望在整個版面上看起來是相當清爽 而且品牌傳達上是相當清晰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透過這個清爽的色調 把這些海木耳對於人體有健康的感覺 有這種對人體有幫助的這種感覺把它傳遞出來 那我們透過行銷的活動 希望可以在交流的過程當中 讓更多的民眾對於米蛋卷本身的這些口感 然後它的產品等等的這些特點 有更深刻的認識 那我們在這個推廣的過程當中 我們在柏爾藝術特區 跟很多民眾在互動的過程裡面 我們其實深刻地感受到 大家對於米蛋卷、對於海木耳 這樣子的一個產品其實是相當好奇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透過我們的講解 甚至於對這個產品的評價都非常非常的好 我們做出來的這個海木耳的米蛋卷 由於它無膚子又很容易消化 可以增加當地農產品的一個特徵及銷售 然後提高這個稻米的使用率 那也可以提高當地居民的收益 配合地方的創生政策 那未來我們也希望除了在柏爾之外 能夠去其他的據點或者是觀光地區 去做這放送